大家好,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讲一个案例 诈骗罪的事发观念二 如何区分刑事诈骗罪和民事气诈 五建纲 09年的时候隐瞒了 高农公司法定代表人 已经变更为别人的事实 对原先的合作伙伴谎称 需要资金回购高农公司的股权 借款了278万 之后又以 股权回购资金不足为由 再次借款309万 预期后被害人 陈小春多次吹款 吴建纲于 10年9月的时候 还款了35万 并承诺以后 每个月还款3万块钱 再次预期后 陈小春报案552万未归还 市中院 一审判决吴建纲诈骗罪 11年 吴建纲已有借条 278万 当时借钱的时候有借条 309万借款的时候也有借条 和还款协议 签了一个每个月还款3万的还款协议 是民间借贷为由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司法观念 吴建纲明知没有还款能力 富有大量的外债 借款的时候已经转让了 钢绒公司的全部股份 隐瞒了真相 虚构借款用途 使陈小春以为吴建纲 还有能力流转局面 最终导致陈小春财产损失 说明吴建纲在借钱的时候 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去借钱 认定刑事诈骗罪 接下来